近年来 人类生活因经济 科技和信息化的飞速进步而走向全球化 但仍保留着民族 地域等鲜明特色 离不开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 应如何在各自文化认同中求同存异 不同文化的接触融合如何产生新的多样性 民间交流为何被认为像打开气孔一样促进了人文乡亲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文化学者王石 近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我记得04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文化论坛 邀请了70多个了 科技界 教育界 文学界 艺术界 这些名家现在看起来就是当时那个文化认同 那一波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向内认同的 我记得也是那一次论坛的时候 当时许卓云先生和何自全先生 两位都是大历史学家 两位讲了同样的话 就是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组织一样 从原始社会时期的家族的社会等等的 它的范围和组织规模越来越大 因此它的文化越来越广 也就是说在这个趋势下 文化走向相互的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 只是这个过程可能要经历一个磕磕碰碰 纠缠不休 互相排斥 然后又到融合 得经历这个过程 天下大同是中国自顾就有的一种理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来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个就是说追求本国利益时 要适当地注意到他国的合理关切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条也特别好的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它把竞争中的原则 最高原则定为共同受益 或者共赢 合作共赢 提出了就是反对联合的思想 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 共同利益是最高原则 这两条我认为是共同体里边 最闪光的两个思想 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思想以后 全球化就有了一道曙光 甚至说有了一种理想 就是人类不仅仅是竞争的 也是合作的 今年正好是文图会创立三十周年 在文图会创立以后的第一个活动 叫做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是评选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国人的创作 评选出一百多首 所有的音乐形式 我们音乐学院有一个老师教授 叫夏之秋 夏先生写过一首歌叫《八百壮士》 就歌颂当时上海四行仓库 那个《谢静元》那个团《八百壮士》 那首歌还有一句歌词叫《中国不会亡》 这时候夏先生已经快要去世了 所以他跟他的夫人说 他说你要替我去参加颁奖 你要替我把那个奖状拿回来 然后放在我的骨灰盒上 他不是纯粹的就是为了一个音乐 但是它是开启了一个华人 世界华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 就中华民族 大家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在里面 我觉得我的佐伯 很棒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